吴尼娜 米米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新闻开始带您看到 协助花莲全方位数位转型 由花莲县府主办的智慧花莲 AI启航的研讨会 4号下午在花莲县环境教育中心来举行 邀请了远传电信以及台湾微软 分享数位转型 人工智慧以及未来科技的趋势看法 花莲县府4日与台湾微软 指远传电信公司共同启动合作意向 导入AI技术应用与打造国际智慧程式 县长徐正伟作为花莲县代表 正式宣示引领花莲迈入数位化政府AI元年 最后远传电信总经理景奇 分享AI革新及例子 台湾微软总经理便志祥 则分享AI生成应用 如何帮助政府、企业与个人 让现场坐无虚席 我们远传在科技的接受 我们也是走在前面 就像县长也是希望早早把科技 能够落地到我们的花莲县 真是走在很多地方政府的前面 那我们远传非常的荣幸 因为我们远传这个花莲县的运缘非常深 然后也有我们四团团队的信任跟支持 那事实上我们刚刚讲只有远传没有距离 我们希望医疗也没有距离 最早最早我们在做无基的远均诊疗 那目前在四个偏乡 这个凤林、寿林、万荣还有瑞穗 我们都已经有这个母鸡诊疗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偏乡的这个居民呢 他到卫生所就可以远去跟花椅 或是跟高医或是跟台东马街的医院的医生 可以做这个门诊 还有好几个钻科 如果我给他一个银行信用卡的一个知识 他马上就变成一个信用卡的实销专员 所以他这边就刚好让企业能够真的了解到 知识转型、产业转型跟行政效益提升 就match到今天的这个主题 这是一个微软在协助用AI、用人工智慧 让每一个人有感让企业真正能够落地 让政府能够行政效能提升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 那今天其实非常的开心 刚刚现场问我说我们能不能做一些师资的展示 其实我们非常非常愿意希望有这样的机会 那我觉得这个可以在接下来 我们在花莲来办一两场 这样子的我们叫workshop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实际的使用说明 或者是鼓励展示的一个会议 让大家实际来感受 来使用到我们这边做的所有事情 我想花莲在智慧城市里面是走的非常非常前端 但是我们数位落差一样是我们必须要去赶快去突破的 所以在未来我想跟我们微软或远传有非常非常多合作的机会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大家集思广义 因为一个城一个进步的城市 一个前进的城市 是由大家的集思广义跟它共同 随后现场交流也吸引民众踊跃发问 而华林县福表示将在未来启动三阶段 包含知识转型、行政效能AI导入、产业转型应用 来过大远传及微软为县福搭建软体的实力 让各产业可透过新科技 来提供产业竞争力推进全世界 并将导入各种智能客服及市民服务 提升县福服务工作及县民的满意度 接着长方言华林县报道